大家好,这个有的网友啊,光知道伊拉克被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打他 有一次呢,我和一个华人的高中生啊聊天 这个华人呢,是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 中文呢,能说一点,但是呢,也不流利 我就问他,为什么美国要打伊拉克呢 这个高中生就回答了,美国为了抢他们的石油呗 我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的想法 伊拉克呢,盛产石油,曾经啊,也很富裕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呢,发展到了顶峰 伊拉克呢,家家都有汽车和洋房 社会福利呢,也比较的完善 人人享有免费的医疗和免费的教育 而且政府负责来养老 1978年,伊拉克的外汇储备呢,接近400亿美元 而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呢,只有不到2亿美元 相差呢,200倍 那个时候呢,伊拉克的人均GDP呀 就已经超过了3900美元 而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有156美元 著名的张举作呢,曾经在这个70年代末啊 前往这个伊拉克工作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您刚去伊拉克的时候,那个时候伊拉克是什么样子 刚才小片说啥呢 伊拉克是中东的迪拜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52块钱 就是我在中国干一个月 拿的钱相当于伊拉克跟我同样年龄的27岁的青年 一天的工资 这是工资的衡量 就工资,你这些钱能买到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衡量方式 还有一个,我当时27岁,我是北京大学毕业 我还是个军人 我工资算是高的 我当时在北京,我的财产 就是一辆自行车 家里边一堆烂柜子 那加起来就几十块钱 当时不会值50块钱 50块钱已经很多了 没了,其他就是租了一个十来平米的房子 那我全部的家产 那时候伊拉克工资还很高是吗? 非常富啊 伊拉克跟我同样的一个年龄的孩子 他有两辆车 那个时候车都是奔驰宝马这样的 两辆 一个大房子200平米到300平米 楼上楼下 就是一个小院 就这样的 很多网友认为伊拉克之所以富裕 是因为萨总统的功劳 实际上并不是 首先在70年代石油的价格暴涨 导致了伊拉克财富大幅度的增长 其次是伊拉克当时的总统叫做贝克尔 他的治理友方 使得伊拉克的经济整整日上 但是在1979年 伊拉克总统贝克尔的侄子发动了政变 推翻了贝克尔的统治 那么这个侄子就是老萨 那么具体老萨和他的儿子乌黛 他们的统治有多么的残暴 为什么萨总统支持率连年都是百分之百 那么伊拉克263座万人坑都是怎么来的 里面瞒的都是谁 那么老萨的表弟 为什么他的外号叫做化学阿里 难道他是一位化学家吗 这些问题网上都有答案 咱们就不讨论了 有的国家觉得自己最幸福 自己的制度最好 所以他就肩负着改造人类的重任 于是他们就想你也过得幸福 那么他们就输出革命 比如苏联和其他的国家 再比如就是伊朗 1979年爆发了革命 霍米尼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把伊朗从一个世俗国家 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国家 那么取得国家政权以后 伊朗积极向外输出革命 想让全世界都和自己一样幸福 于是就支持伊拉克的另外一派的武装分子 要推翻老萨的统治 那老萨肯定不愿意 于是在1980年的9月 这个萨总统就主动发起了战争 全面入侵伊朗 那么两亿战争就爆发了 这场战争打了8年 直到1988年才结束 双方都损失十分巨大 伊拉克死伤人数高达43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500亿美元 外汇储处就清零了 还道歉外债700多亿美元 那么为了维持对伊朗的战争 伊拉克向科威特大量的借钱 超过了140亿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 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都是阿拉伯人 他们自己说的天下的阿拉伯人 都是兄弟 是一家 而这个伊朗虽然也信奉伊斯兰教 也都是穆斯林 但伊朗不是阿拉伯人 伊朗是波斯人 他们不是一个种族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面对科威特的逼债 穷困潦倒的伊拉克 根本就无力还款 1990年8月2号凌晨 伊拉克突然出动了20万大军 一天的时间就全面占领了科威特 科威特就亡国了 科威特的国王逃跑了 但是他的弟弟 科威特的亲王就被打死了 并遭到了伊拉克坦克的碾压 科威特银行里的黄金和美元 博物馆里的文物 还有石油储备 全部都被运往伊拉克了 然后老萨就宣布 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 并任命他自己的表弟 就是这个化学阿里 来担任科威特省的省长 那么如此明目张胆 的侵略行径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 所以联合国授权多国部队 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进行制止 1991年1月17号开始 有35个国家参与对伊拉克的作战 除了欧美国家之外 还包括有阿拉伯国家 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 比如有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塞内加尔、摩洛哥、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孟加拉、巴基斯坦等等等等 他们都对伊拉克发起了进攻 史生海湾战争 一个月以后 伊拉克被迫从科威特撤军 科威特得以复国 但是当时多国部队并没有推翻老萨的政权 联合国安理会于1991年通过对伊拉克实施眼泪制裁的决议 其中也包括向科威特进行战争赔偿的内容 并为此专门设立了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赔偿长达31年 直到2022年2月份才完成赔付工作 总计赔偿资金达到524亿美元 伊拉克总理经济事务顾问萨利赫说了 伊拉克履行了在1991年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决议规定的所有的义务 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恶果由伊拉克人民来承担 伊拉克公民平均每天要支付600多美元的战争赔款 好了视频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出装商品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支持 感兴趣 感兴趣